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动三 萌大叔的粉色幻想 通过击杀推荐地下城当中的特殊NPC可获得任务材料 材料可兑换GG的性感凶毛装扮礼盒 并且可以通过日常少量的活动材料来参与16选14的抽奖活动 讲品主要有灿烂的徽章自选礼盒 光环幻画篮 天空券 以及增幅书 基本上这四件道具就是四选二 那我在这里断言 天空券和增幅书是不存在的 活动四 黄金周末的特别快递 在上线后每周可领取到一个礼盒 可获得深渊票以及代币券 深渊票每日可开启一次 随机获得一到三张深渊派对通行证 代币券的话呢 一个盒子当中有888点 一共会送三个 活动五 幸运数字猜猜猜 类似买彩票中奖 在选择自己的数字之后 第二天会宣布幸运数字 玩家通过自己之前选中的幸运数字的各数的不同 来获得不同的奖励 主要可获得各种形式的申员票 以及史实Buff要记 活动六 再次开启了守护者旅程 开启了守护者的新增职业 帕拉丁以及龙神 通过刷推荐图获得活动材料 可兑换没什么卵用的 有时间限制的守护者武器装扮 以及一个远古材料礼盒 和角色栏扩展券 新职业的介绍链接 我放到了视频下方的简介当中 有想要了解这两个新职业的玩家 可以点击去看看 活动七 丰盛的季节 刷推荐图会获得活动材料 通过活动材料 可获得一些类似宠物饲料的道具 那么本次国服8月31号后 更新的活动 已经全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 有哪些活动你觉得很良心 又有哪些活动你觉得很坑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中留言 与我们进行讨论 好了 本次的西海岸快讯 就为大家带到这里 我是冰块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